你叫我来,就是说这些的。 如果就是说这些的,那我现在可以走了吗? 我本来满心烦躁,听他说这些没影的事更是烦躁。 前主任透过眼镜瞪着我,说道,年轻人果然就是沉不住气。 老师教育,你几句不行了? 我本来是不该管你,谁叫我接了你们班的班主任? 说完,他又缓了口气,接着说,年轻女孩的心思我是明白的, 我也是过来人哀不过,要理智处理,要知道现在什么对你来说是重要的。 人家这等,这老师,人家是有家庭的,趁现在事情还没有太大,还在萌芽阶段,一定要控制好。 明白吗?我还没来得及回答,忽然有人敲门。 前主任推了推眼镜,说了声进来。 邓老师?前主任又推了一下眼镜,惊讶地说。 我迅速地一回头,然后看见进来的那个人,果然是邓叶萱。 本来他经常到这个办公室来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,可是正好遇到,我被前主任批评着和他有些相关的问题,怎么都觉得他在此时出现是有些怪异的。 他的眼神从我手里的画上一闪而过,然后一边走进来,一边笑着,对前主任说,真不好意思,我刚刚知道闹了点误会。 是这样的,亲爱同学来上过我的课,我知道他画画很好,便随口说了一句,叫他给我画副肖像画,没想到这学生当真了。 本来前两天告诉我说,就要画好了,没想到,这就出乱子了。 真不好意思。 我惊讶地看着邓叶萱,他的脸上没有一点点的心虚,仿佛他说的就是真的,连我都要认为就是这样的了。 可是,他为什么要这么做? 我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学生了,他没有多看过我一眼,没有和我说过话,为什么他要为我做些? 这个,前主任也是一样的惊讶,不过,马上就笑了,原来是这么回事。 看来邓老师在女学生中间影响很大呀,这么一点小事就有人拿来大做文章,还说得那么难听。 忽然,前主任的脸色一转,又说,不过,邓老师以后做事也要小心点,毕竟是有家事的人,你说是不是? 我听说,你上个月入党了。 恭喜恭喜啊,哪里哪里? 前主任教训的是,我这个后生以后还得多跟前主任学习学习邓叶轩这么说话的时候,我忽然觉得,他一点也不可爱了,并不值得我那么深得用情于他。 我主要就是来说明情况,我下午还有课,先走了,邓叶轩笑着说,好的,有空常来玩啊。 我的学生麻烦你了,真不好意思。 前主任说这话的时候,又变得风情万种起来。 那我也走了,下午还有课,我张口说。 好吧。 以后做事,先经过大脑想清楚,你这个学生啊,就是冲动前主任柔声地教训了我几声。 感性,感性期,我跟在邓叶轩的后面就出来了。 跟在他后面的时候,我的目光没从他的背上移开过,我在猜想,这个有着一米八戟身高的男人会有一个怎样安全的背? 我还在想象,假如那杯给我靠一下,会不会能睡个安稳的觉? 邓叶轩才,不管我的想象,一直迅速地往前走着。 刚一出那栋行政楼,我就紧一步跨到了邓叶轩的前面,目不转睛地看着他,说,你是怎么知道的? 为什么要帮我? 他的表情完全不是刚才在前主任面前的表情,只有一个字,冷。 学校里到处都贴着,还有我手机里已经收到相关消息的若干条短信了。 我想,不知道很难挨我不是在帮你,我只是不愿意看到一个女生为我犯错,仅此而已。 说完,她绕开我,继续往前走。 我执拗地又阻拦了她一步,说道,可是你为了我说谎,这样我会更加记住你的。 没关系,总有一天你会忘记的,这只不过是你青春路上的一个插曲。 可是,你也记住我了,你曾为我说谎。 我记住的人很多,如上次一起去吃饭的女生,那是我第一次赴女生的约,那个女长相平平,成绩一般,没有什么特长,平时就不会得到很多人的关注。 她因为我,从来上课不看她而自杀,事实上,她是不自信。 她是我班上的学生,所以我和她一起去吃饭了。 现在,她很开朗,对什么都信心十足。 你看,这样不是很好吗? 她一口气说了这么多,你是在对我解释吗? 我看着她问。 不可理喻,她无奈地说了这一句,接着又走了。 我站在她身后,看着她的背,说道,你就是在对我解释,她没有回头,也没有停下脚步,就这么走了。 看着她就这么走了,我忽然开心起来了,刹那间,原来所有的烦闷都消失了。 看,我的王子,哪怕是我一厢情愿的王子,他就这么,在我最关键的时候来救我了。 不管他是出于什么理由,总之,他来救我了。 那些站在一旁看风景的人才不会管他的理由,正如我一样,会认为他这是完全为了救我。 阳光真温暖,走在阳光底下,像是被轻轻按摩着,我甩了甩才被李牧春拉扯过的头发,心情大好。 一开心,我跳上了路边的路沿,两臂伸开,就这么往前走着。 我的日子重新恢复了光彩,邓叶轩为我做的事,我在心里记着了,很快打李牧春那件事也渐渐淡去,我又开始招摇地留着长发打篮球了。 邓叶轩的画我依然在画,因为从不满意,我不知道要画他冷冷的样子,还是微笑的样子,每次画完都撕。 新买的画纸依然会在右下角通通画上我的印记,这就是我亲爱,不管别人怎么看我,我还是亲爱。 想弄到邓叶轩的手机号码是件很容易的事,他做班主任,他的班干部肯定有他的号,那些家伙为了一定的利益,很容易就会把号码出卖,自然而然,号码就流传出来了。 那天我跟阳光说一声,没几天,他就把邓叶轩的号码告诉我了。 告诉我的时候,他还开玩笑地说,悠着点,我很开心地笑了。 现在,我每天至少给邓叶轩发一条短信,虽然他从来没有回复过。 我也不需要他回复,我只要他知道我,只要他知道,我喜欢他。 我说过,我是个勇敢地用嘴巴说爱的人,但是再对邓叶轩,我从来没说过,连喜欢这样平淡的表达方式都没有用过。 对他,我想我还不够勇敢。 可是,我很快乐。 当然,我也经常在校园里遇见他,但是我都忍着没和他说话。 我不想成为那些为了和他亲近而第三下四的女生,我骄傲地从他身边走过,这样他才会觉得我不一般。 直到入冬以后,我才主动和他说话。 会想到和他说话是因为许蓬蓬。 感性,感性巴,那天是周末,我坐在草坪上一边晒太阳一边看书,许蓬蓬忽然过来了。 天冷了。 他扶着眼镜说。 是有些冷了。 不过,冬天不冷,怎么能叫冬天呢? 我笑着说。 许蓬蓬在我身边站了一会,终于坐了下来,然后他看着我的手,说道,你冬天打篮球手冷不? 要不要戴手套? 不戴,戴着手套没劲儿。 我可没那么矫情。 可是,女孩子手很宝贵的。 我妈妈就每天涂好多变护手霜。 许蓬蓬说这话的时候,脸又有些微微放红了。 哈哈,没人在意我的手,如果有人在意,那说明那人还不够在意我这个人。 不过,我打趣地说,你能不能以后在我面前说话,不要脸红了。 咱们这都多久的朋友了,你怎么还没适应呢? 我,我这人迟钝,许蓬蓬笑咪咪地说。 我敲了下他脑壳,说道,是够迟钝的。 你这样子,有女孩喜欢你,估计你都不知道。 许蓬蓬摸摸刚才被我敲过的地方,嘿嘿笑着。 忽然,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我,说道,这个,给你的,作为哥们给你的。 我接过来一看,竟然是副手套,分红色的,手套上面还有个可爱的小人,扎着一对小辫子。 我一瞧,饿疯了,哈哈地大笑着。 许蓬蓬先是迷糊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然后就跟着我一起笑,说道,你这么喜欢,我就放心了。 我一听,笑得更厉害了,但是还是点头说着,是的,喜欢,非常喜欢。 后来那副手套,被榴莲看到的时候,也和我一样,笑得花枝乱颤,这说明,榴莲比许蓬蓬了解我。 不,许蓬蓬她一点也不了解我。 我们不是笑那手套,而是笑,怎么能送那样的手套给我。 太可爱了,太不协调了,太不是我亲爱的作风了。 可是,后来我在看见那手套的时候,我不再笑了,我心里有隐隐的痛楚,那样的手套,手套上那样的小人,那样粉嫩的颜色,我以前从来没有拥有过,我的童年不是粉色的,我的花季不是粉色的,我的青春也不是可爱的。 榴莲和阳光都说过我,他们说我一点不可爱。 我也想可爱,可是可爱是什么? 没有人给过我。 忽然之间,我觉得,许蓬蓬,像一个爸爸。 就在许蓬蓬送手套给我的第二天,我便遇见了邓叶轩。 那时候是下午。 冬天的午后,太阳总是很快就说再见。 我忽然想去操场走走。 操场的风真大,除了我,只有一对小情侣在散步。 这么冷的天,没有谁会神经一样地来这里吹风吧。 就那对情侣也肯定是刚谈恋爱的。 不然,没人能牺牲这么大。 就这么,在操场上漫无目的地走着。 忽然想起了上次榴莲说的妈妈打电话来的事,于是拿出手机,找到了妈妈的号码。 想打过去,又犹豫着不想打,忽然一个人跟我擦肩而过。 我一抬头,竟然是邓叶轩。 我又重新装起了手机,转身,对着邓叶轩喊道,冬天你戴手套吗? 邓叶轩停下脚步,转身,似笑非笑死看着我,说道,不戴,我也不戴,说完这话,我就笑了。 感性,感性久,邓叶轩忽然也笑了。 我见他一笑,用大他一级的口吻说道,这就对了吗? 咱们又不是阶级敌人,咱可也是入党的积极分子。 这积极分子和党员应该是很好的朋友吗? 邓叶轩笑了,是真的笑了,牙齿都露出来了。 他笑的样子真好看,没有阳光的味道,却很温暖。 你这丫头真的很,很特别。 很无赖,积极分子要进去,党员不给引路。 别一口一个党员党员的,共产党员是给你这么寻开心的吗? 正经点,你这个积极落后的分子,看来真的很需要我引路,那请我吃饭吧。 饿了,跟你吃一样的饭,我就能跟你一样积极了。 物质决定精神吗?为什么是我请你? 你应该请我,这才是你应该提升的境界,因为你从来不负女生的约啊。 你是女生吗? 我是女生,很怕冷的女生。 我说,我们能不能不要在风里这样说话? 那是第一次和邓叶轩之间的谈话。 可是,却好像彼此已经很熟悉,很默契。 她没有一点羞怯的样子,我更没有。 我从来没在意过自己的衣着,可是那天穿的衣服却清清楚楚地记得。 那天我穿着新买的灰色大衣,脚上一双过膝盖的靴子,脖子里围着长长的白色围巾,头发是披下来的。 跟邓叶轩说话的时候,我的双手插在大衣的口袋里,漫不经心的样子。 邓叶轩出乎我意料地请我吃了晚饭。 那家饭店也因为邓叶轩停在了我的记忆里面。 其实那不能算是饭店,学校旁边一家稍稍明亮点的酒吧的附属,也因为此,那个附属饭店的氛围非常着调。 暖暖的浅红色,不明不暗的灯光,滴滴的清音乐,还有只能做两个人的饭桌,一切,都恰到好处。 邓叶轩给自己要了一瓶酒,笑着对我说,冬天,喝点小酒暖暖,真是人生一大快事。 我笑笑没说什么,但是酒一上来的时候,我拿过来,对着自己的杯子,就倒了一杯子,然后把酒瓶递给邓叶轩,说,一个人喝酒,不如不喝。 邓叶轩默许了我喝酒的权利。 你说,你为什么会屁股后面跟那么多女生呢?你生活得不能减点些吗? 一口酒下去,我就壮着胆地学着前主任的口气质问邓叶轩。 邓叶轩在我和邓叶轩之间摇曳,音乐趁着此时,我心底小小的秘密,此起彼伏。 并不期待她会回答一个多么动听的答案,这样说话,只对彼此,就够了。 可是,邓叶轩却反问我,那你为什么不像那些女生一样,整天跟在我的屁股后头呢? 因为我是亲爱我骄傲地说。 邓叶轩嘴角一扬,说道,这就是答案,因为他们不是亲爱。 我笑了,这一个答案,对我来说是暧昧的,对她来说是机智的。 反正就是说这事件和她本人无关的事,那么和她无关,我就有机会了。 后来我又问了很多问题,比如,她为什么长得这么英俊,这种无聊的, 还有她的脑子里,为什么会有课堂上那些精彩的词语,这种抽象的。 但是我唯独没有问她的家和她的老婆,我知道,一旦问了,就会破坏这个晚上在我心里的完整性。 后来我才知道,这个晚上,她如我的想法一样。 邓叶轩其实是个酒量不错的人,但那晚,我偏要认为她有些微醉。 感性,感性二十,她指着这个旁边的酒吧,说道, 那里,我经常去,我常常喝酒,没醉过,因为我是个幸福的人。 我这幸福的人,就不喜欢看人不幸福的样子,你就整天一副不幸福的样子,这样不好。 你看看你,你看你穿的这衣服,你这年纪,应该穿鲜亮的颜色的。 青春嘛,要朝气才对,我就喜欢装可怜,我就喜欢搞得自己很受伤,很委屈的样子。 咱没有满腹才学,装这样的深沉还不行吗? 我开玩笑地说。 她微微笑着,忽然说,其实我之前见过你,在你们前主任办公室之前见过你。 我心里开始有连衣渐渐荡开,但是脸上还是装作波澜不惊地说,那很正常。 我这么个风云人物,笑篮球队里头发最长的,身高最高的,你想不注意都难。 她摇摇头,说,不是,不是打篮球的时候,是一次在你们画室看到你的画。 我偶尔经过,你当时画的是什么,我真的不记得了,因为你的画其实很一般。 说到这里的时候,她得意地笑了笑,然后接着说, 我是从你们门口经过,从眼着的门里看见你画画的表情,很认真,但是也很愁苦。 我当时就想,这谁家的孩子啊,怎么画画这么享受的事情,做得这么苦不堪言啊。 现在知道是谁家孩子了不? 知道是谁了,可是是谁家的孩子还不知道。 虽然我知道她是在开玩笑,可是我心里还是咯噔的就疼了一下,脸上的笑,一下子就收脸了。 邓叶轩一见,也不笑了,赶紧说,对不起她是个明白人,不需多说,什么都明白了。 我苦笑一下,说道,没什么,我高三之前虽然一直住校,但是没觉得我是一个人,因为我有家。 高考之后,知道爸妈三年前就已经离婚了,一下子就彻头彻尾地觉得我只是一个人了。 这几年,我一直一个人,挺好的。 我说着,一抬眼,发现她在看我,目光没有因为我的抬眼而移开,一直看着我,足足五秒,这是她看我醉酒的一次。 我又笑了,说,我这人,其实对你没什么想法,可能就是因为你太幸福了,你身上那些幸福的味道很吸引我,我想沾点你的光,就这样。 大概你比我大八九岁吧,但是快乐和幸福让你年轻了五岁,而我心里的那些破事让我老了五岁,这么一来,咱俩还差不多大呢。 邓叶轩听完,拧着嘴,没有说话,端起酒杯喝了一口,放下酒杯的时候她又是微笑的了。 她说,亲爱,这名字不错,很少见,也许你的经历也是很少见的,但是,你不该这样,你在报复谁呢? 让自己过得乱七八糟,是为了叫你爸妈心疼自责吗? 没意思的,你的人生别人谁都负责不了。 没有,我没有想过报复,我只是想过,要他们后悔,就这样。 可是,直到现在,我也不知道,我该用什么办法能叫他们一辈子后悔,能叫他们每当吃饭的时候,每当睡觉的时候,每当睡醒的时候,都无比地后悔。 我还没想出来,呵呵,不说这个了。 我话题一转,又说,我有过五个男朋友呢。 我高中时,一直追我的一个男生,也在我们学校,怎么样? 我魅力很大吧? 有一个真的爱你疼你,一直对你好,一直陪着你的男朋友,这才算是你魅力大。 像我,忽然,他停住了。 我自然没有继续问。 对话到了这里,忽然难以进行一般,然后各自说这些无关痛痒的话,便离开了。 出门的时候,才发现外面已经很黑了,冬天天就是黑得早。 忽然一辆黑色轿车,直直地就开了过来,停在了店门外。 感性,感性二,我本没有多在意,但是我和邓叶轩即将走过去的时候,车门开了。 下来了两个人,一个是大富贤贤的中年男人,另一个,竟然是李慕春。 李慕春下车后,转头冲那个男人一脸娇笑,然后男人搂着他的腰就进去了。 那个是你同学? 邓叶轩问我说。 不是,就是上次把你的那幅画贴得到处都是的那个人。 说完,我忽然笑了,又说,也是抢了我的第五任男朋友的女人,我还把她的衣服书包都从教室里扔了出去,砸伤了我,我们教导主任的儿子。 他和你渊源不浅啊。 不过,以后小心点吧,这样的学生,做事不走大脑。 不是不走大脑,是他没大脑可走。 说完,我们都笑了。 我和邓叶轩直接在饭店门口分的手,因为路不同,各自走了各自的方向。 邓叶轩刚开始坚持说要送我,我推脱掉了。 我说,凭我的身手,谁来打劫我那不是自投罗网吗? 而且,这里离学校那么近,再走几步就是校门口,没什么可担心的。 往校门口走的时候,我几乎是用了跳跃的姿势,围巾和肩上披散的头发跟着我的节奏跳跃着,不像冬天的气息。 像春天来临前的讯息,那么迷人,那么让人期盼。 这是件太值得人期盼的事情了。 假如阳光知道,假如许蓬蓬知道,假如榴莲知道,更假如前主任知道。 知道我今晚和邓叶轩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共进晚餐,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表情呢? 不,我不能叫任何人知道,这只是属于我的,是我自己的宝贝,谁也不能看到。 亲爱一个完全陌生的声音叫了我的名字。 那声音不像是从我前面传来的,也不像是从我后面传来的。 我停住脚步,往左右看了看,刚从左边看到右边的时候,忽然一个男生从我完全没注意到的角落里出现,对着我的脸就是一拳。 我完全猛了,甚至还不知道都发生了什么,一切就都开始了。 这个地方不算偏僻,四周还有路灯,虽然灯光昏黄,但是完全能叫在这个时间路过这里的男男女女们,看得清楚这里发生了什么。 脸因为受到重机木木地麻着,以至于大脑也短路一般的木了。 我想甩甩头搞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,自己的腿就被从后面猛地一踢,然后我就没有悬念地跪在了地上。 有种一个一个来? 两个男人打一个女人,算什么男人,我倒在地上的时候气急败坏地说了句。 可是我错了,首先,他们不是两个人,他们到底是多少人,我不清楚。 其次,他们真的不算男人,他们不会真的一个一个地跟我单挑。 判断出,他们不是两个人,完全是因为我在倒下去的时候,我的左右两边也同时遭受了袭击。 这是一个完美的袭击活动。 我没有一丁点的反击机会,他们除了刚开始叫了我那声名字,也没有对我再说一句话。 他们的目的是,如此明确,那就是打我,或者是教训我,肯定是为了某个人。 毫无疑问,那个人我用脚趾头想,都知道是谁。 那个重新勾搭上,开着轿车的男人的李牧春,他报复来了。 我不敢说李牧春只是简单地教训我,因为我知道,因为上次我打他,他早已对我恨之入骨,他恨不得一口一口把我的肉都撕咬下来。 所以,这次,他想要我的命也不是没有可能。 我觉得,他真的想要了我的命了,我这么一个一直仗着有着好身手的人,现在被几个完全不知来路的男人围攻,痛到身上哪里再痛都分不清楚了。 可是,那些过路,那些敢停下来围观的或者不敢围观的同学们,难道没有一个人敢说句正一点的话吗? 哪怕只是简单的两个,助手的字也可以。 当然,当时我并没有想到那么多,我只是倒在地上的时候,看见那些脚,犹豫的,迟疑的地,躲闪地,全部都是对我没有希望的。 我甚至不能希望他们谁暗地里打个灵,助手,终于有人说助手了。 当我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,我忽然觉得全身都疼了。 感性,感性二十二,那是阳光的声音,我想,也只有阳光,会在这样的时候出现来救我,因为他是最了解我的兄弟,显然,他会知道我什么时候需要他。 兄弟们,在这里,都过来啊,阳光冲着身后远处大喊一声。 看,他还带了兄弟们来。 一瞬间,停止了,什么都安静了。 刚才还在对我进行着某种报复行为的那几个不算男人的男人,心照不宣地通通逃离了,我听见了他们逃离的脚步声。 他们一走,四周的同学以一种难以想象的速度围住了我,比阳光还要快。 看什么看? 刚才都干什么了? 阳光过来扶起我,对着人群大声说。 毛病人群里发出了很多理所当然的围观的呼声。 我看着阳光,他很愤怒。 我说,没事,别人可都不是我哥们,我哥们可只有你一个呀。 阳光使劲地咬了一下牙,在不分明的光线下,我看见了他塞边因为咬牙而鼓起的一块。 我笑着对阳光说,你这样子可真男人。 阳光没有看我,一声不响地扶着我走。 刚才因为那个笑,我忽然觉得浑身都在疼,比被打的时候疼得多。 这完全是刚才笑了一下的结果。 走出人群,阳光扶着我往他的自行车跟前走。 我好奇地问,你刚才叫的兄弟们呢? 哪里有什么兄弟们,不这样,他们未必会这么轻易地就走了。 你还挺聪明,不过你错了,只要有另外的人上前,他们就会停手的。 因为他们的目标只是我一个人,没必要再扯出其他的事来。 现在大学生里很多人可都是很有背景的,搞不好,你万一有个有权有势的老爸,他们的麻烦就大了。 我开玩笑地说,阳光一点也没有因为我的玩笑而换张面孔,还是那样阴沉地走着。 我也不说话了,他是在气我。 走到自行车前,他问我,能坐吗? 我送你去校医院。 到了校医院怎么说? 因为打架。 我一个女孩,这样在外面跟人打架。 还是说壮的。 难不成说是我跳楼爹的? 你不要坏我名声好不好? 我自己回去休息休息就好了。 我尽量说得轻松点,实际上,我是不是真的能坐他的自行车都是个问题。 我疼得开始有点颤抖,却不知道都疼在哪里。 阳光想了想,觉得我的话有理,又过来扶我,说道,打的,去医院,校外的医院。 我不去,我想正开他,可是我没有力气。 阳光停下来,看着我,说道,你知道你现在什么样吗? 你脸上好几处都有血,还有土,头发披散着,身上也是不甘不尽,简直像个乞丐。 不,是女鬼。 你走路都在抖,万一有什么内伤怎么办? 我不去我坚持说。 阳光急了,在我面前插着腰转了个圈。 他一急就这样。 转完了,指着我,说,你能耐。 你能耐的话,怎么不把人李牧春收拾得服服帖帖? 怎么收拾完了,人家还要找你算账? 你能耐的话,怎么对刚才的那几个小流氓连一点本事也使不出来? 你就对自己能耐是吧? 啊? 你能耐的,不用去医院伤也能全好,我漠然,不知道该说什么,只是微微笑着。 我想跟阳光说,要是去医院伤都能好,那这世上就不会存在伤害,更没有伤口。 你就是不去是不是? 阳光知道,我坚持起来,它是无可奈何的,任何人都是无可奈何的。 我点点头,恩了一声。 上车阳光走过去,坐在自行车的坐垫上,对着我说。 我坐上了车,可是有点艰难,但是为了证明我不用去医院,在艰难,我也坐到了。 校门口有一道专门为了减缓车速的凸起的铁皮,骑到那里的时候,阳光特意放慢了速度。 可是,就那么一点,我还是从车后座掉了下来。 阳光急着,把车一摔过来,扶我的时候我几乎不能说话,我张了张口,想对阳光说我不去医院,可是我没能说出来。 阳光竟然把我抱起来了,一直抱到路口去拦出租车。 感性,感性23,上了出租车,阳光跟司机说,最近的医院。 我完全没有能力阻止,所有的能阻止的力气被之前用光了。 往医院去的路上,阳光见我不说话,她的态度一下子就不一样了,开玩笑地对我说,完了,本来想把初暴留给我的未来女朋友,这下好了,被你抢去了,你看看你要怎么补偿吧。 我看着阳光,忽上忽善地就睡着了。 我是被吊水的针刺醒的。 当时我皱着眉头叫了一声,哎呦就醒了。 阳光的眼立马就瞪着护士了,怎么回事呢? 怎么扎个针扎的病人疼成这样? 护士戴着口罩,用眼睛瞄了一眼阳光,说道,你没看见她睡着吗? 拳头握得不紧,我不好找血管啊。 你扎得好你来扎啊。 我要是会我还花钱叫你扎啊。 我神经病,花钱买你这罪受。 受罪就算了,还要受你气不成。 阳光瞪着眼睛就吵伤了。 别,我看了一眼阳光。 阳光立马不出声了。 那天晚上,阳光一直陪着我,医生说我身上多处重伤,有一处肋骨折断,其他的地方也伤得不轻,希望能在医院多休养几天。 我躺在病床上,看那所谓的营养液一点一点流进我的身体里的时候,觉得很奇妙。 我很少生病,一般也就头疼发烧的吃个药就好了,我一直鼓吹,咱这身体,是所有疾病的克星。 所以,今天这样体会的时候,觉得非同一般。 那些透明的液体,像一种东西,缓缓地一点一点地滴下来,然后会成小小的细流流进我的身体里,但是,它不停息,它在不断累加。 最后终于会战胜另外一种力量,稳稳地以胜利的姿势站在我的身体里。 这太像一样东西。 那东西是感情,是爱。 也像我对邓叶轩的感情,就那么莫名地开始,然后一点一点地侵袭我,终于叫我完全败阵,看着自己被一种更加美妙的情绪左右。 看什么呢? 看得那么出神,跟多开心似的。 阳光逗着我说。 我微微笑笑,说道,有你这么个兄弟,叫我开心。 不过,你是怎么知道我出事的? 正好路过北,阳光避重就轻地说。 骗我。 你刚才说的话都露线了。 你怎么就知道,是我教训别人落得这么个下场呢? 我可从来没跟你说过。 你没说,可是知道你打了李牧春的人不在少数,只不过,大家都不在你面前说罢了。 这事你做得不对啊,太不够哥们了。 我还是从别人嘴巴里知道这事的呢。 我那天就说了,你想干什么你告诉我,我帮你啊,谁允许你就这么冲动地就打人了。 那事都过去很久了,我以为都过去了,没想到该来的还是来了。 我从没想过,就这么过去了。 李牧春什么人啊? 有仇必报的。 他班上,我特意交了一哥们,帮我打听这事呢。 我今天下午刚接到消息说,这几天你可能出事,我就去找你。 有人说,看见你出去吃饭了。 没想到,就叫我碰上了。 我根本不在意阳光说的其他的理由,我只听到了,他说,有人看见,我出去吃饭了。 于是着急地问,你说,有人看见我出去吃饭? 谁看见了? 看见我和谁了? 这么着急干嘛? 没做什么的话,就不要怕别人说。 你亲爱什么人我是知道的,那邓,老师什么人我也了解一点,不要担心。 阳光躲躲闪闪地说,到底谁看见了? 我坚持问道,好多人看见了,有我们戏的,也有你们戏的。 我不问了,也就是说,我想保住的秘密保不住了。 我真傻,怎么可能没人看见呢? 学校到处都是人,到处都有眼睛,就算在外面晃悠的人少,可是站在窗口的,就在同一时刻站在窗口的人那都是很多的,真的是若要人不知,除非己莫为。 可是,我没做错什么呀。 为什么怕别人看到呢? 这么一想,又释然了。 可是满脑子都是邓叶轩,邓叶轩在我心中的样子,终于真实了。 再不是我自己,凭着远远的嗅到的气息,妄加揣测的了。 她的表情,那么生动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 当然,就是刚刚发生的事,肯定是生动的。 想到这里,我忍不住笑了一下,因为李牧春她的时间挑得很好,恰好在今天。 我想,只要换个时间,这么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一定会叫我愤怒到崩溃。 我这样一个冲动的人,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。 可是,天天就是今天,和邓叶轩吃饭的美好,已经在心里抵挡住了所有的不幸。 感性,感性24,一个人偷着乐什么呢? 杨光问我,我想到了邓叶轩。 既然杨光已经知道,我和邓叶轩出去吃饭的事,也就没什么好隐瞒的了。 杨光,也许我不是喜欢她,我只是被她吸引。 杨光笑了,第一次在我面前笑得那么深刻,笑得我看不懂。 她说,吸引是喜欢的前提,你不会不懂。 也许,我是懂得的,只是装作不懂。 因为我太明白,吃饭的时候,分明对我说话亲近,实际上却又隔着万水千山的感觉了。 邓叶轩拿捏得很好,她每次看我的眼神,都是礼貌客气的。 哪怕多停留的时候,也是带着思考着某样事情的神情,没有纯粹的,只是为了看我而看我。 不管她说了什么,她的语气总是离我很远。 只是,这些已经远远足够了。 后来我睡着了,但是中间醒了几次。 医院里的味道和全身的沉重感叫我不能入睡太深。 每次醒的时候,阳光都会惊醒。 她就趴在我的床前睡着,这么冷的天,屋子里虽说开了空调,可是我还是过意不去。 所以,每次醒来,我都尽量不出一点声响,但是我不知道,她怎么还是会被吵醒。 每当她醒来问我,有什么需要的时候,我都会感慨地想,哪个女孩要是做了阳光的女朋友,应该是非常幸福的吧。 第二天早上,我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。 榴莲在短信里说,真没想到,你原来如此厉害,昨晚彻夜未归我还以为只是耍耍脾气,今天才听说你是和邓夜轩一起出去了。 我这才意识到,我才是葱草穷,我给榴莲回了条短信,我在医院,肋骨被打断一根,浑身都很凄惨,你觉得这样的我也是很厉害的吗? 短信刚发过去,榴莲的电话就打来了,喂,亲爱,你开什么玩笑呢? 大家都说,你跟邓夜轩出去了,然后一夜都没回来,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? 我对着电话还没说话,阳光一下子把电话拿过去了,对榴莲说,是榴莲吧。 我一猜就是你,我和亲爱在一起,昨晚是我把她救到医院的,现在基本没事了,你跟老师请个病假吧。 具体原因就别说了,榴莲又说了什么,我就不知道了。 阳光挂了电话之后问我,想吃什么? 我摇摇头,什么都不想吃,但是我忽然想到阳光应该需要吃早饭,于是赶紧又说,好像是有点饿了,我想喝牛奶,还有肉包,多买几个,阳光一听,高高兴兴地就出去了。 阳光走了之后,我拿起手机,给邓夜轩发了一条短信。 我说,其实,从饭店走到学校门口那条那么短的路,很多时候并不安全。 邓夜轩第一次回了我短信,简单的几个字,出了什么事? 没事。 伟大的亲爱同志,昨晚和一群男人搏击,很不幸,我输了,我第一次输呢,过了好久,他的短信也没回过来,但是电话打过来了。 我知道了,你们有个学生给我发了一条短信,就刚刚,说你出事了。 对不起,你倒什么歉啊? 又不是你的错,对不起,没事,哪家医院? 学校旁边最近的这家,好简简单单的一个字,他就挂了电话。 他会来吗? 他不会来吗? 感性,感性二十五,我略显焦急地看着门口,但是他一直没有出现, 出现的是拿着早餐的阳光。 赶紧,趁热阳光,也买了他自己的早餐。 我拿起包子,慢慢地往嘴巴里塞,我知道,如果我不吃,阳光也会不好意思吃的。 阳光一个包子刚刚下肚,手机就响了。 阳光看了看显示,对我说,是许蓬蓬。 看样子,许蓬蓬也知道了我的事,真是快,仅仅沉寂了一夜,当天亮的时候,什么都明了了。 大家都知道了。 阳光在电话里跟许蓬蓬解释了几句之后对我说,许蓬蓬同学过一会会过来看你,等他一来,我就先隐退。 好的,你也该回去休息休息了。 这一夜,我想说点感谢的话,可又怕叫阳光觉得咱们这哥们生分了。 其实,我本来不想走的。 但是许蓬蓬是个好人,你好好把握。 别以后后悔怪哥们,我这个时候没提醒你,我笑了笑,说,别开玩笑了。 阳光忽然很认真的看着我说,真的,亲爱,找个人认认真真的谈恋爱吧。 就当成你们以后要结婚一样的谈恋爱,别这么糟蹋自己。 我就是当成以后要结婚一样的谈恋爱啊。 结婚以后也是可以分开的,那么需要分开的话就趁早好了。 这天下离婚的人有很多,没离婚的人更多。 你不要一直因为你自己家庭的事影响你。 真的,亲爱,你该好好谈自恋爱了。 许蓬蓬是个不错的选择。 至少,在哥们我这里,她是首次过关的一个,可惜啊,我这里不能过关。 我指着自己的心口说。 阳光无奈地冲我笑了笑,接着吃她的早饭了。 阳光喝最后一口牛奶的时候,那个人来了。 那个人不是许蓬蓬,而是邓叶轩。 邓叶轩一进病房的时候,阳光的最后一口牛奶差点呛到她。 你,怎么来了? 先开口问的是阳光。 显然,我是不会开口问这句话的。 她应该来,她必然会来。 邓叶轩冲阳光礼貌地笑笑,然后看着我问,怎么样了? 这事,我难掏其咎。 我根本不应该让一个女孩子跟我一起吃完饭后自己回去。 太大意了,不必自责了。 我向来喜欢一个人,就算不是昨天晚上,也会是以后的某个晚上。 不过,如果你仅仅因为你礼仪上的过失这么内疚的话,我无话好说。 我看着邓叶轩,躺在那里,不卑不亢地说。 邓叶轩微笑地指着我,说道,你看看吧,你看看你那张脸吧,就要毁容了,还在这里贫呢。 等你照了镜子,我看你还贫不贫。 毁容又有什么要紧的呢? 本小姐的魅力在于气质,在于心灵。 真正懂得欣赏,我的人永远不会在意我的这张脸。 阳光,你说是不是啊,我倒真的开起玩笑来了。 邓叶轩的到来,叫我心里一下子就亮堂起来了。 阳光瞅了我一眼,然后看着邓叶轩说,听这话就知道这丫头多臭美了。 脸上要是真留个伤疤什么的,他绝对不会说得这么轻松了。 几个人正说着,许鹏鹏就来了。 许鹏鹏来的时候,手里提着一大篮子的水果,还抱着一把鲜花。 阳光一见许鹏鹏来了,赶紧迎上去,说道,哎哟,可来了,你来了,我就下班去了。 这丫头折腾死我了,我看着许鹏鹏拿的那么多东西取笑邓叶轩说,看看,还为人师表呢。 你看人家一学生来看,病人带的是什么,你带的是什么? 你就两手空空的就来了。 邓叶轩一瞧,还真着急起来了,说道,看,还真给忘了,就记得往这赶了。 等你出院,我给你接风洗尘,我笑笑,心里甜蜜蜜的。 他没带东西来,才真的显出他的心意呢。 虽然我知道许鹏鹏也是有着十足的心意的,可是他想得如此周到, 反而削减了那份为我担心的尽头。 而邓叶轩就这么赶来了,两手空空的紧迫感才是真的心急如焚。 谁会在如此担心一个躺在病床的人的时候,还能想到要买什么礼物去看他? 这个人如我,是个真性情的人。 感性,感性二十六,许鹏鹏站在我床前问了一些问题,然后对我说,我请了假了,今天能在这里陪你一整天,我没有点头,也没有拒绝。 这个身高比我高,却远比我纯洁的男孩子,我不忍心叫他失望或者难堪。 阳光冲我挤了下眼睛,说道,那我就先走了。 邓叶轩看了看我,也说,我还有课,看你现在还能平的样子,我就放心了,今天下午课结束后,我再来看你,不用了我回答说。 没事的他,信心十足地,冲我点了点头。 他明白我的意思,我也明白他的意思。 邓叶轩和阳光一起走了,我的面前就只剩下了许鹏鹏。 是李牧春干的吗? 许鹏鹏小心地问,这是没有悬念,不是他还会是谁? 你们有什么深仇大恨? 要这么对你? 最初,是为了男生。 后来,就简单地是厌恶彼此吧。 有件事,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 许鹏鹏油油郁郁地看着我。 说吧,我都这样了,还有什么是能打击得了的? 今天早上,我刚请完假,我们老师就告诉了我妈妈,说我请了一天的假。 我妈妈给我打电话,训了我一顿。 她知道我和你关系不错,因为好几次我在她面前帮你说话。 她在电话里说,你昨晚夜不归宿,有人证明你是出去和本校的男老师优惠。 亲爱,又有人告你的状了。 许鹏鹏说着,扶了扶眼镜。 我苦笑,摇了摇头,说道,这不是告状,这是污蔑。 我更有证据证明,我昨晚一夜都在哪里,可是,是阳光陪了你一夜,这说出去也不好。 她是我兄弟,别人可不这么认为,你也不这么认为吗? 我说着,有些激动起来。 没有许鹏鹏赶紧解释,另外,你为什么会被打,这个说出去会不会对你有影响? 我沉默了。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? 没有一条理由是可以让我堂堂正正的,可笑的是,事实上,这件事我没有一点见不得人的地方,为什么不能说? 有什么不能说? 李牧春,他想跟我过不去,他不想叫我好过,那好吧。 我惹不起你了,那我躲吧。 后来榴莲还有其他的很多同学都来看我了,我很感动。 那个时候,我开玩笑地对榴莲说,生病真好。 这样我才知道,原来我还被你们大家关心着,我太喜欢这样的感觉了,被人疼着,挂念着,放在心上念叨着。 这种感觉让我在病床上的时候心柔软到想哭。 这么因为感动而哭得矫情的事是我以前从来不屑的。 看看,李牧春为我做了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,他叫我明白了比冷漠比距离更珍贵的东西。 用心感受这些,我就好像看见了幸福的颜色。 邓叶轩当然也来了,他没有特意算时间,也没有特意要避开谁,就那么坦然地来了,然后又坦然地走了。 我整整在医院躺了一周,班长帮我办了长期病假,医院也开了证明,向院里说明的时候是说我摔伤骨折。 前主任本来想找我训话的,无奈,我去不了,而且许彭彭也帮我说了几大车的好话,这是在官方来说,也就过去了。 后来回到学校,又休养了一段时间,才基本完全恢复。 恢复得很快,比我想象中要快很多,可能是因为心情大好的缘故。 刚刚恢复过来的时候,就要期末考试了,我开始认真地准备应考。 大学,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,我没有忘记过李牧春对我做过的事,但是我也没有想着要找他算账,如果我再找他算账,然后他再找我算账,如此下去,我的生活没有安宁的日子了。 他是个破罐子,我可要对自己负责。 就像邓叶轩说的,没有谁能对我的生活负责,只有我自己。 期末考试顺利地结束了,随着就是寒假的到来。 我显然没有必要回家,当大家都在为归途的车票紧张的时候,我悠闲地在画室里画画。 当大家都在为整理回家的衣物皱眉的时候,我安静地躺在床上看书。 宿舍里的同学都走了的那天,邓叶轩忽然给我短信,欠你一顿接风洗尘的饭,只有今天有时间,吃还是不吃。 感性,感性27,毫无疑问,当然是吃。 老地点,还是去的那家饭店。 其实只去过一次而已,然而在我的心里,已经是老地点了。 我点了和第一次和邓叶轩来吃饭的时候,一模一样的菜。 邓叶轩还是要了瓶酒。 不回家吗? 邓叶轩忽然问我。 不回。 回去也是一个人,春月又挤,没那个折腾劲儿。 那年,怎么过呢? 一个人过,很孤独吧? 没有,有时候,有点吧,那今年过年的时候,你请我吃饭吧。 就当是为了答谢我,陪你过年,我一愣,没想到他会说这样的话。 那你家里,我奇怪地问。 又从操场,又从操场奔到画室,又从画室奔到阅览室。 因为十足的好心情,叫我有尽头,做我之前想做,却又没有兴致的事。 我不知道,这是不是在恋爱,或者是我单方面在恋爱。 但是,我之前的每一次恋爱,都没有过这样的感觉。 我一抬头,看见天空的云,我觉得,那是自然给天空的贴心伴侣,飘飘荡荡的,像所有幸福的味道。 我张开嘴巴呼吸的时候,看见碰见冷空气凝成的白雾,我觉得,这是个神奇的游戏,没有比这样的物理魔术来得再神奇的了。 我看见每一样事物,都觉得与之前不同。 我发现,学校的教学楼颜色变得鲜艳了,完全不是以前的灰暗的色调。 我的画渐渐多了很多色彩,不再是只有黑黑的素描。 我还特意去买了一件粉红色的外套,一条浅黄色围巾,一条和围巾颜色很相似的冬天的棉质大摆裙。 我还买了一个,带着闪亮亮的水钻的红色头巾,这样,把披散的头发扎起来的时候就显得更有朝气了。 还有许蓬蓬送我的手套,我拿出来戴了。 冬天戴副手套,其实很温暖。 我新买的衣服一直留着,留着和邓业轩一起过年的时候在穿。 最让我自己感到意外的是,我给妈妈的电话,终于打了出去。 妈妈在接到电话的时候很意外,意外到不知道该对我说什么。 我简单地说,这是我的新号码,记下吧。 今年过年不回去了,家里的房子,你要是有空,就帮我打扫打扫吧。 事实上我知道,她一直在打扫。 我从没换过锁,不管我多久之后回去,屋子虽然空荡,虽然如我走之前的样子,但是却显见灰尘和蜘蛛网。 好好好,我一定会去的。 你一个人,多买点好吃的,钱不够就说声。 妈妈非常用力地说了三个好字。 我第一次给她打电话,第一次主动叫她做什么,她大概有些受宠若惊了。 说到钱,我又想挂电话了。 我的卡上从来不缺钱。 爸爸的和妈妈的,争先恐后地往里面打着可观的数字,足够我这样在这里逍遥,在这里安稳地过我自己的日子。 我挺好,你多注意身体吧。 那就这样了。 亲爱啊,要是不忙,什么时候回来一趟吧。 不过,忙就算了。 那就这样吧,挂了电话,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算是叹气,也算是舒气。 这样的冬天对我来讲,有些奢侈了。 夜夜睡得踏实,天天对着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微笑。 有一天我一照镜子,忽然发现我变得更漂亮了。 自己对着镜子都看不够的一张脸对其他人来说,应该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吧。 几乎每天,我都睡到太阳伸完懒腰。 那天,刚一醒来,就收到了马俊那个许久都没有联系的家伙的短信。 他很是迟钝地说,你怎么又没有回家? 早知道你没回来,我也不回来了。 去年,还有前年,他都是这样说的,但是直到今年,他还是一样都回家了。 我笑笑,没有回他的短信。 许鹏鹏跟着前主任住在学校附近,所以经常能在学校碰见他也是正常的事。 那天,我刚从阅览室出来,迎面走来了两个人,我一见就愣了。 感性,感性28,这两个人长得实在是像极了,竟然还穿着一样的衣服,理着一样的发型。 唯一能区分的是许鹏鹏是戴眼镜的,而另一位是没戴眼镜的。 我站在那里的时候,他们两个人也停住了脚步,戴着眼镜的许鹏鹏透过镜片用一种比以往都犀利的眼神看我,目光直视,一点不羞涩。 而站在他身边的那个兄弟倒显得拘谨一些。 这位就是你的孪生兄弟吗? 我看着许鹏鹏问,可是他却只是看着我笑,不理我。 旁边那位忽然伸手从他的眼上摘下了眼镜,然后戴在了自己的眼睛上,一副镜矿,不好意思地说道,亲爱啊,我才是许鹏鹏。 这位是我的弟弟许飞飞。 他刚才跟我闹着玩呢,我一拥,这才发现自己完全认错人了。 怪不得眼神如此不如以往。 其实,我们俩很少一样地打扮。 他难得来玩,我妈妈就给我们买了一模一样的衣服,连头发都理得一样。 嘿嘿,许鹏鹏傻傻地笑笑。 我笑笑,说道,真是很像,亲爱。 他刚才叫你亲爱。 亲爱你好,我叫许飞飞。 有幸见面,交个朋友吧许飞飞,上前学着西方的绅士,弯着腰,对我伸出了右手。 我大方弟也伸出右手,握住他的手礼貌地握了握。 说道,中国人,就行中国的礼节吧。 他抬起头,嘴角一勾,笑得很好看。 许鹏鹏虽然和他生着一样的面容,但是就这么一会儿,我就已经决出了他们之间的千差万别。 假如,许鹏鹏也会这样笑,会不会也这么好看呢? 许鹏鹏走上来,瞪了一眼许飞飞,说道,好了,你那一套收一收啊。 这可跟你以前遇到的那些个能瞎玩玩的女孩不一样啊,这怎么说话呢? 我说哥哥,你不了解那些大胆追求爱情的女生们就算了,怎么连弟弟也不了解呢? 我是那样的人吗? 我要是那样的人得有多少投怀送抱的小女孩遭殃啊? 我还至于至今单身一人吗? 许飞飞半笑不笑地对许鹏鹏说。 许鹏鹏没有再理他,笑着问我,你这是要回去了? 最近过得不错啊。 看这气色真是好多了。 没几天没见啊,人又变漂亮了。 女大十八变啊。 你这封闭的笑脑壳里到底知道什么呀? 许飞飞取笑许鹏鹏说。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。 许飞飞跟许鹏鹏比起来要幽默得多,因此也显得人很好相处。 许鹏鹏那样的身形本来就应该配许飞飞这样的口舌和性格,这样的男生是最容易吸引女生的。 我想,如果不是我心里那个位置已经被占了,也许我也会被这个比许鹏鹏厚道,却一步就能叫我注意的许飞飞吸引了。 许鹏鹏见我被许飞飞逗笑了,赶紧就拉着许飞飞就要进去了,说道,亲爱你忙你的去吧。 我们先进去了。 许飞飞甩掉了许鹏鹏的手,说道,等下了。 亲爱,等下中午饭一起吃吧。 我们哥俩请客,不好吧? 今天家里来客人,而且妈妈说了,你必须每顿饭都回家吃,你这两天就要走了呀,你就不能多在家待两天啊。 许鹏鹏立刻反对。 我一见,赶紧说,不好意思哦,中午已经约了人了,下次吧。 下次有机会我请你们,许飞飞只好作罢,但是还是不满地看了一眼许鹏鹏,说道, 哎,妈妈boy,和他们分开的时候,我心里还一直在想许飞飞这三个字,不由得又想笑。 不过,从他们身上,我很有学究性地明白了一个道理,那就是,男生不是因为长得帅而有魅力的,而是因为有魅力才长得帅。 但是,我如何能知道,我将要欠他们那么多,那么多。 感性,感性29,终于到了和邓叶轩约定的那一天。 其实和他一起吃的,不算年夜饭,因为是中午吃的,我想,也许他晚上另有安排。 我自然没有多问。 邓叶轩也准时到了,他当时一见我,眼睛明显一亮。 我打趣地说,怎么样?是不是颜色鲜艳地刺你的眼? 邓叶轩抬头看了看太阳,开玩笑地说,果然。 今天的太阳很是灿烂,邓叶轩一进店,直接就奔着老魏子去了。 我伸手一拦,说道,今天换地方。 邓叶轩伸手,很绅士地叫我领路。 我直直地往吧台就走了过去。 酒吧里没有一个客人,吧台里也是空空的。 怎么过年了,大家都不需要喝酒吗? 我奇怪地问了一声。 我们再过几个小时,也关门了。 大过年的,都在家里喝,谁出来喝啊? 一个小姑娘的声音,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了过来。 我四处看看,忽然,从吧台后面露出一张脸来,甜甜地冲我笑,说道,在这呢? 我刚才在找东西。 说完她看着我和邓叶轩,问道,你们,不是来喝酒的吧? 就是来喝酒的我和邓叶轩一口同声地回答。 小姑娘瞧了瞧我们,说道,我懂了,马上就上酒。 两位要不要再点些小菜? 我们厨师不在,不过我还能做几个。 既然这样就不麻烦了,熟食零食之类的来一点把我说道。 大过年的,哪能这样将就? 邓叶轩不同意了,实在不行,我去他们厨房露一手。 邓叶轩的样子一看就是开玩笑说的,但是我心里还是隐隐地激动了一把。 不过,她若真是要进厨房,我也不会同意的,因为我只是要喜欢她,或者是爱她,还没有达到想要她为我进厨房的境地。 我这人,其实有时候感情分得很清楚,喜欢把什么都界定好,然后在规定的范围内行事。 所以,我才能和阳光做这么久的兄弟。 霸台后的小姑娘拿久的空挡一转身,用充满复杂意味的眼神看我们。 就这么过吧,还从来没这么过过,刚和邓叶轩坐下,我把事先准备好的新年礼物递给了邓叶轩。 她结果拆开一看,一脸惊讶,随后又得意地说,这应该是你画过的最好的一幅画了。 看着小伙子这帅气,这好看,给邓叶轩的,是我给她画的素描,最后终于画了符还算满意的,然后表好,就送给她了。 她又看着右下角的我的签名图,赞叹说,比人好看。 正说着,我的电话响了。 一个陌生的号码,响了很久也没挂断,我就接了。 是亲爱吗?电话那头仿佛熟悉又仿佛陌生的声音。 我是亲爱?我是许飞飞啊? 没啥事,就是验证一下。 我用了这么久,从彭彭同学那得到的号码是不是错的,许飞飞笑着轻松地说着。 过年好啊。 彭彭同学可是你哥,像这种骗人的事只有你才做得出来,他才不会呢,不了解了吧? 前几个已经骗了我不少于五个了,全给的莫名其妙的女生的电话号码,有一个更厉害,还是她自己瞎编的。 这个说法是你自己瞎编的吧? 我笑着说。 哎,所以说,真理永远在少数人手里,因为大众的目光容易被蒙蔽,我哈哈笑了几声,跟许飞飞只见一面而已,竟聊得十分开心,像是已经熟络了。 邓叶轩给我道了酒,这才和许飞飞说再见。 电话一挂,邓叶轩就笑着说,大学里的年轻人真是叫人羡慕,感性,感性三十,大学里的年轻老师才真是叫人羡慕呢我回了一句。 邓叶轩微微一笑,反问道,大学里的年轻老师能像学生一样短短的时间里,就换了五个男朋友。 听他那话,不像是在讽刺我,好像真的是在羡慕我,我纳闷了。 问道,你不是说和一个人在一起,才是真的幸福吗? 邓叶轩抿着嘴笑了,举起酒杯跟我碰了一下,说道,过年好,然后我们两个人一饮而惊,我的肚子里立刻烟熏火燎的难受,但是慢慢荡开的感觉又有种绚运的快乐。 和邓叶轩默不作声地一口气连喝三杯,桌子上的下酒小菜倒是一点没吃。 三杯下去,我就醉了。 邓叶轩看着我,说道,是不是晕乎乎的了? 有点。那就是还清醒着呢,说完,邓叶轩举起酒杯,接着和我喝。 真的是来喝酒的了,又是连喝三杯,我开始犯困了,邓叶轩的脸也有些模糊了。 霸台后的小姑娘好像一直站在那里。 邓叶轩看了一眼那个姑娘,说道,你,能出去帮我买包烟吗? 那个姑娘什么也没说,就出去了。 我指着出去的姑娘,哎呀地叫了两声,然后问邓叶轩,他怎么也没跟你要钱,就去给你买烟啊? 邓叶轩迷离地笑笑,说道,醉了,你醉了,事都看不明白了。 我是看不明白了,但是邓叶轩不会懂,她的脸,她说的话,她做的小动作,我都看得清楚,之后我再想起,还是一样的清晰。 其实,我没有醉,酒也并不是一种,真的可以叫人醉的东西。 邓叶轩的话,开始多起来。 亲爱。 她的声音一下子柔和下来,这样的声音才叫我觉得,我是她的朋友,平等的朋友,而不是她的学生。 她接着说,人年轻的时候,多少都会做点自以为是,或者更出格的事情,做了就做了,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当然,只是程度不同,没做的那些人,只是在心里做了。 我其实高三那年就结婚了,能想象吗? 我无力地敲着桌子,说道,狠。 比我很,我那时候基本上可以算上个一无是处的人,整天混着,到处打架,欺负同学,调戏女孩子。 不过,没谈恋爱,不想谈啊,谈的恋爱还得叫我哄着她,不高兴。 就这么混着,打我能混的时候,就一直混着。 邓叶轩开始回忆起来,但是有个女孩,那么好的一个女孩,忽然跟我说,你能不这样吗? 你能好好的吗? 我说,可以,但是你得嫁给我。 她真的就嫁给我了。 我们两家把酒席一摆,虽然正是后来大学毕业才领的,但是习俗上,我们是结婚了。 干嘛跟我说? 我一点也不感兴趣。 我不知道邓叶轩想讲什么,但是她说到了那个那样愿意嫁给她的女孩,我有些不悦。 但是她固自说着,没有一个人可以那样,她跟着那时候还看不出来一点出路的我,什么都不计较。 一结婚,我就后悔了,我打她,赶她,她就是没走。 她小心翼翼地领着我,走上了现在的路。 我考上大学那年,她也高中毕业了,没考上,就一直陪着我上大学。 我之后读研究生,读博士,她都跟着我,我到哪她到哪。 对她来说,我就是她这辈子要经营的事业,是她的天。 傻女子,我不由地说。 这样安稳,太安稳了。 她从来不问我,关于我的事情,尤其是感情上的事。 刚上大学那会,我还告诉她有哪个女生看上我的事,可是她一点不在乎,她就这样守着我,什么都不在乎。 后来,我就不说了,反正也是不在乎的事。 邓叶轩说话的时候很清晰,一点也没罪,我看得分明。 她忽然接着说,可是我在乎,我一愣,没想到她会这么说,我以为她就是那样稳稳的君子。 她说这么一句话的时候,显得比平时帅气。 我忽然明白,原来她不是要跟我解释什么,她只是要找个人说话,说这些,她其实很在乎的话。 我心里忽然涌出一种酸楚,像是为邓叶轩的,也像是为自己的。 这酸楚叫我一冲动,迷糊地拉着邓叶轩的手,起身,迅速而准确地吻了她。 感性,感性三,一个头脑已经因为酒精而感受不到别人的我,竟能那样准确。 这叫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是早有预谋的,也许那个,角度我已经衡扬许久。 当我的发丝垂在邓叶轩的胸前的时候,当我的嘴恰如其分地与她相对的时候,被我拉住的她的手,微微有些颤抖。 我在看她的时候,她又说了一句话,可是,我不能,罪意完全掩盖了此时复杂的心情,没有好也没有坏,就这么像过去了一样。 我笑着说,没关系,但是马上我又紧跟着问了一句,为什么会喜欢我? 邓叶轩一愣,我依然站着,还是用刚才俯身的角度看她,那么近,她脸上的表情清清楚楚。 你孩子现在都变得这么骄傲了吗? 何以见得我喜欢你? 这样说话就没意思了。 你明白,我也明白。 邓叶轩不说话了,也不敢看我,沉默着。 我坐了下来,用手摸了摸放在桌子上的手套,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 我想我完全醉了,因为我不能懂得我为何会流泪,就那么一瞬间,也许有遗憾从心间划过。 邓叶轩又在倒酒,放下酒瓶的时候她说, 因为我们身上有对方想要的东西。 我的安宁和幸福,你的桀骜和随性。 更重要的是,我们如此相似。 我们都是认为被深爱自己的人伤害着,并且用默默的方式在报复。 你在报复,我也在报复,你的报复是让自己过得乱七八糟。 我的报复是让自己过得心如止水。 我摸了摸嘴唇,眼泪啪哒啪哒地砸下来,不能停止。 邓叶轩伸手握住了我的手,说道,我结婚快十年了,十年了,你是第一个和我这么近的女生。 我指这里。 她用另一只手捶了捶心口,所以,我算是个不好不坏的人。 我抬眼看她,眼泪仍旧在掉,我擦了一把,说道,那我陪你这两年吧。 如果可以,我就这样陪着你,做离你那里最近的那个女生。 这话说完,我就懂了自己的眼泪。 彻底懂了。 懂了自己环抱有蜥蜴,懂了自己不想遗憾。 相逢,我未嫁,她却已娶。 很快就开学了。 榴莲还没到学校,就短信催着叫我去校门口接她,说是带了一堆好吃的。 看在好吃的份上,我去接她了。 等了半天没见榴莲,却看见了李牧春。 那丫头看起来比以前更嚣张了,戴着一副很大的墨镜,搞得自己很拽的样子。 我想,上次的事,我没找她算账,看见我在这里,那丫头该绕个道才是。 没想到她就直直地就走了过来,往我面前一站。 我只是看着她,没有说话,我想看看她,到底想干什么。 她嘴角微微一些,我以为她要开口说话。 她是开口了,但吐出来的却不是话,而是一口脏水。 ,说两个带子。